大家好,我是双双 这牛大了,然后每天吃的草料就多了 今天又是杂草的日子 前几天我们披苞米盖子 然后剩了一点叶子和细细的梗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给它炸了 看看牛愿不愿意吃 老公,你这是咋的直接往出喷呢 还是说套袋子里 套不了袋子 你套在两根里边袋子,这里边就堵住了 不是,那我说那意思 那你到时候你直接 那么点不都压底了吗,稻草 往下收袋子里 往下直接先炸完再收呗 来吧,开始 我爷爷今天还在继续奋斗这个包米盖子 接下来就是准备要往里边铺砖了 然后面前的这些包米盖子 一会儿就准备把它砸了 刚炸了一点儿就出状况了 这里边好像搅了一个玉米棒 然后皮带交涉了 现在目前炸完就是这样的 还是比较短的 但是我们已经出故障了 江南现在在紧急的修理 太不容易了 外边已经拉了整整的一大车炒 刚刚出去买了一根新的皮带回来 然后比较小一点 比那个原来的皮带要小一号 现在江南要把这个轴还是齿轮的要安上 这一上午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就找这些齿轮啊 这皮带应该正好 这个皮带应该正好的 那他说他说一看咱家 我一看给他看那个 他就说咱家这是那个红雨的 他家是四个刀的 人全用的是1067 我说我家这个使那个就大 玩他说那你拿这个吧 这个号小一点 才6块钱一根皮带 希望一会儿安上能好用 一会儿不行拿稻草炸吧 不行这点儿别炸了 好水了 哎妈也太好了 换衣服吧换衣服炸吧 太不容易了 朋友们 这个炸烧机刚修好 我这一上午啥也没干 我跑台湾线跑了三趟 送孩子一趟 去给孩子签字 然后一趟 买皮带一趟 这一上午折腾了三趟 现在赶紧的去做点饭 然后今天中午找一点吃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五十三分 我们准备要炸炒了 炸两车炒 就基本就可以喂牛了 现在第一车炒已经炸完了 这地形一片狼藤 然后 江南在那边搓草呢 因为还要炸第二车嘛 然后把那个炒整体的把那个板子那边搓一下 那边是炸的玉米杆 都给它放一边的 就今儿中午 现在是下午的 两点十六分 好热呀 现在已经三点三十六了 半料喂牛吧 这是已经拌好料的了 里边玉米面 豆饼 浓缩料 然后玉米杆 稻草 它们混合在一起的 一会儿就可以喂牛了 看这帮家伙一个个等着呢 它们吃的还可以啊 还行你看吃多长时间呢 现在四点天完了嘛 这大小伙子们吃着青草树就跟吃肉似的 现在是四点二十八 我们家的牛已经吃了二十八分钟了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家牛吃惯了稻草 不爱吃这个玉米杰杆 把这个叶啊 还有那个梗 尤其是那个梗 全都给我撒到一边了 看槽子里现在还有这么多 吃不惯的 现在已经吃了三十五分钟了 整体来说 它们不太爱吃 可能是第一顿 然后它们已经 有的已经把那个 粗的玉米杆都刹下来了 把那个稻草都吃了 这样的啊 我去接孩去了啊 对不起 对不起 statutory 对不起 进行